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复林 如果想要了解最新最权最火最爆的娱乐资讯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9月18号,中考新200迎来盲选阶段收官业 四场battle竟有一人抢为成功 四只导师战队的学员名单也最终确定 分别是谢霆锋战队的曹阳、傅新尧 皮诺曹、人声乐团、齐欣、贾义腾 李健战队的马迪达·都曼 苏伟、单于成、戈瑞、宋宇宁 绿称战队的潘红、王天琪、马路、钱江涛、赵子化 李文浩战队的陈兴、陈墨涵、巴马森林、严文军、马兴仪 说李文浩战队因为导师 从始至终都没拍过按钮 所以组内学员没有遭遇battle外 其余三位导师战队都在一次面临人员调换的选择 其中谢霆锋战队的新学员曹阳 战胜老学员穆苏并取代其战队席位 而穆苏虽被礼坚复活 但在与苏维的PK中再次落败 只能淘汰离场 另外获得转身的学员分别是 李宇春战队的范如和谢霆锋战队的叶茂林 但他们均没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潘红和贾一腾 最终也只能包含离场 自四只导师战队满园以来 谢霆锋战队可谓是一波三折 对内学员经历过最多的battle 从曹阳PK穆苏到傅锦瑶PK高瑞 再从骑星PK王天阳 到颜茂林PK甲的一腾 成员波动非常大 相比谢霆锋战队 李文浩战队和李坚战队成员的调动 就平稳很多 骑队内成员一半以上 都没有经历过battle 正如两位导师所说的那样 除非碰到非常不可的优秀人才 否则绝不轻易转身 可见他们非常满意 自己之前挑选的学员 盲选的收官也就意味着 20位学员已经进入 进军鸟巢的冲刺阶段 他们将在各自导师的教导和带领之下 冲击年度总冠军的殊荣 而根据以往的赛制 每支导师战队都有三个 进入鸟巢争夺冠军的名额 并且人员的名单的决定权 都由导师自己掌握 不需要经过票选 因此结合学员现阶段的表现 和导师对席的反应 不难分析出夺冠的任门战队和人选 虽然四支导师战队学员之间的实力 参差不齐 但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王牌 但我没想到他会挑战潘红 而潘红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学员 也是在我见过这么多节目选拔里面 依然认为非常出色的好 我最终的这个选择 不是因为要离开的那位不好 而是因为另一位太好 最终李宇春还是选择了潘红 而他给出了理由则是 你不该选我心中的所爱 我很难放弃我心中的那颗宝石 显而意见潘红早已成为 李宇春战队的一张王牌 甚至在李宇春心中已是冠军候选人 猜测李宇春战队的三甲名单 大概率会是潘红 王天奇和钱江涛 谢丽风战队新陆队的学员曹阳 以抢眼的表现淘汰慕苏 成为本期好声音正义性最强的学员 他的抢眼不管体现在俊俏的外表和原创能力 还有非同一般的背景 据悉28岁的曹阳是一名上海音乐剧演员 曾在话剧舞台上出演过 《不能说》的秘密男主 也曾在2017年好声音的舞台上 担任过周杰伦的帮场嘉宾 而根据这些他资报的资料 有网友发出曹阳是杰威尔音乐旗下的艺人 参加过多档音乐类综艺节目 而且成绩都不太理想 还曾在《梦想》的声音节目中 独挑音乐才子林俊杰 却因为过大的实力差距落败 据悉他盲选阶段演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微光》 早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就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过 因为作品没能引发听众的共鸣 达不到预期的影响力 所以这首歌的发布并不成功 导师李文浩没转身的原因 或许也是对这首作品的一种否定 前脚刚说完不轻易转身 后脚就啪啪啪的三转 李健 李宇春和谢丁峰 在盲选收官的关键还能如此 不是选手曹阳实力太强 就是导师行为太草率 也因此不少网友质疑比赛的真实性 认为他是关系火并断眼 他会是谢丁峰战队冲击总冠军的王牌 但我认为他的实力并不足以稳定冠军 至少从大部分网友的这一生 就能明显感觉到的实力不足 相反谢丁峰战队的傅信尧 反而更具备冠军属相 在给高瑞的对决中 他的表现就十分抢眼 也是区域学员不敢随意battle的对象 而被他击败的学员高瑞 能在几番battle后依然留在舞台上 也足以说明傅信尧的强劲实力 相比曹阳 傅信尧更像是谢丁峰战队的王牌 而三甲名单大概率会是傅信尧 曹阳 齐心 李文浩战队和李健战队 是整个盲选阶段波动最小的 基本保持着最原始选定的学员 使用李文浩战队的陈欣 是整个盲选阶段首位登场的学员 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导师四传的学员 并被新晋导师李宇春断言式今年 好声音的前三甲学员 另外普世无华的外表和纯真的内心 也让他极具观众源 他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选择battle的对象 也是李文浩战队的王牌 而陈莫涵和马兴一两位队员 则很有可能是和他一起走进鸟巢的队友 李健是盲选阶段转身次数最少 双选成功率最高的导师 鲜少跟风转身 所以他的战队也是最后才满源 除了学员高瑞是被他救下的学员外 马迪娜 多曼 苏伟 单英纯 聪宇宁都是获得多赚的学员 高瑞原是谢霆锋战队的学员 在与傅星瑶的battle中落败 之后被李健从淘汰边缘救回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李健出于善心才拍下的复活按钮 但在之后他与原创学员 方天力的比赛中 以一首抒情歌在你的双眼遇见 再次获得导师李健的认可 成功晋级全国20强 可见李健当时出手复活他 不仅仅是出于善心 也同样认可他的能力 其实高瑞和傅星瑶学的唱功更好 并不能以一首歌一场比赛去定义 当时谢霆锋选择傅星瑶 或许只是他觉得 在那场比赛中傅星瑶的发挥更好 也或许是他认为傅星瑶的声音的可塑性更强而已 现如今傅星瑶和高瑞在不同的战队 同时晋级20强 在以后的比赛中很有可能再次相遇并battle 相信到那时候 这场比赛不仅会是学员之间实力高低的较量 也会是两位导师选人眼光和执教能力的比较 无论是李健的谨慎转身 还是救下高瑞 都能看出他剑指鸟巢总冠军的决心 所选的五名队员都是风格迥异的强者 马迪纳杜曼是旅称 整场盲选中唯一一位后悔没转身的学员 清澈亮亮的嗓音和质朴的外表 让他很有成为明草根歌手的潜力和资质 苏伟是典型的情歌王子 拥有和吴清风一样透彻的嗓音 其歌声让人听候神清气爽 宋宇宁则是本期好声音所有学员中音乐学历最高的 高亢的嗓音和优秀的原创作品 让不少学员望而却步 不敢轻易找他battle 而善音传是本期好声音年龄最小的学员 也是收获评奖最高的学员 不仅被信林峰导师断定为全国前三 而且还被李健导师认定为 是所有中国好声音学员中最出众的学员 他甜美的嗓音和清秀的外表 很容易让观众沉醉在其歌声中 得到主导师李健的高度评价 他无疑就是该战队的王牌队员 至于剩下两位能进入鸟巢的学员是谁 很难当真评定 相比之下 李健战队学员的真理势力 都要强于其他三位导师战队 集聚冠军属相 至于最终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